我们现在讲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 也就是说它的tangent plane and normal line 一个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 那么首先我们说什么是切平面 tangent plane 一般的定义就是切平面是什么呢 在某一点我们说是在某一点的切平面 tangent plane at point 我们说它在这个point 例如说是x0,y0和z0 这个点的切平面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所有的tangent line 应该是所有的tangent line of curves 在这个曲面上的所有的 on service 在曲面上所有的过这个点的曲线 它的切线 在结合这个点它有切线 就是你那么我们看过这个点 它有很多条曲线 或者说是实际上有无数条曲线 好 无数条曲线 每个曲线它都有它的tangent line 它的tangent line 那么所有的这些tangent line 它其实组成一个平面 那么这个平面就是我们的切平面 那么过这个点 那我们怎么样去求这个tangent plane 我们怎么样去求这个tangent plane 那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曲线 空间的曲线 应该说是空间曲线 这是space curves 所有的空间曲线我们都知道 这个c可以写成是 r写成这个参数方程的形式 或者写成项链函数的形式 这是xt yt 和zt 所有的空间曲线 它都可以写成参数方程的形式 而且它的这个 有一个叫做tangent vector tangent vector 所以它的tangent vector 就应该是 就是它的这个 参数 或者说这个 向量函数的导数 就是它的tangent vector 那么就是对每个分量做求导 然后再组成一个新的这个向量 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知道的 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知道的 因为是r 关于t的导数 它是等于 limit 我们说是delta t 曲线0 r t加上delta t 那我们可以看 那我们可以看 如果空间曲线 这是一个rt 那么这个t 这个时候 rt加delta t t 那么这两个向量相减 是这个向量 那么当这个delta t曲线0的时候 这个vector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当delta t曲线0 就是说 这个点 曲线这个点的时候 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 这个vector 它就会变成这个vector 就会变成它的tangent vector 好 除以delta t 所以它的tangent vector 实际上就是这个向量函数的导数 那我们知道tangent vector 那既然我们说的是tangent plane 就是所有的tangent line的集合 而每一条tangent line 它都跟tangent vector是具有同方向的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 实际上也就是说tangent plane 是这些vector 这些tangent vector所章成的 或者说是 这个tangent plane它的loma vector 跟所有的这些tangent vector 都应该是垂直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推出tangent plane 它的一个表达式 我们假如说这个曲线 这个曲面 这个surface 是由这个function给出来的 fxyz等于0 我们先说这种情况 好 我们先说这种情况 那么surface 它如果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这个曲线 任何一条曲线 enemycurve 那么c 就会写成是 c就是 rt 它就是等于xt yt 和zt 它的参数方程 它的参数方程 也就是x等于t的函数 y是t的函数 y是t的函数 z是t的函数 或者我们以前的写法 或者说是x等于 例如说等于gt y等于ht z等于kt 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 这个参数方程 那我们 也就是说 这个这个方程同时还满足 同时还满足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anycurve 如果说这个curve c如果是on 这个surface 如果在这个曲面上 那就会变成了 f xt yt z t 等于0 好,那我们用chain rule 两边称入 还有implicit 用implicit differentiation 用隐含数的求导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fx 再乘上dx dt 加上fy 再乘上dy dt 加上fz 乘上dz dt 等于0 那 这是 数 三个都是两个数相乘 再相加 那我们可以写成 写成 向量的形式 dx dt dy dt 写成类积的形式 dz dt 等于0 等于0 也就是说 变成fx fy fz dx dt dy dt 就是x关于t的导数 y关于t的导数 z关于t的导数 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0 这一部分我们知道正好就是这个嘛 r关于t的导数 那么也就是说 对任何 一个 曲线来说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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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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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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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它垂直于所有的Tenet Vector 那么也就是说 因为它垂直于所有的Tenet Vector 所以FxFyFz 可以看成是Tenet Plan的Loma Vector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Tenet Plan就给出来 Tenet Plan Tenet Plan是什么呢 那么Fx在这一点 Fx0,y0,z0 好 我们点法式方程 我们还记得吧 法线向量乘上这个x-x0 a乘上x-0 加上b 乘上y-y0 再加上c 乘上z-z0 等于0 那这个Tenet Plan就给出来了嘛 那我们也知道 FxFyFz是它的Normal Vector 所以Normal Line 就是 x-x0 这是Fx x0,y0和z0 等于Y-z0 等于Y-y0 就是Fy x0,y0,z0 等于Z-z0 除以Fz x0,y0,z0 好 这是我们 给出是隐函数的方法 如果是隐函数的情形 fxyz等于0 那我们稍微变一下 如果是这个surface给出来的是一个graph 或者说是一个显示函数的方式 那么它的tangent plane 可以写成什么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全部移到同一边去 我们用上面的方式 或者说是我们可以写成是fxyz等于fxy-z 那么也就是说 那它的fx就是小的f 关于x的编导说 大的fy就是小的fy fz就等于-1 所以它是fxx0y0乘上 x-x0加上fy在x0处y0处 乘上y-y0 再减去z-z0 因为z方向上的这个分量是-1 它的发现方向上的发现方程 这是x-x0除以fx这是x0y0 等于y-1 这是f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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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0 而且 它 knot掉了 哭 但是 找合选 分析 当我看订了 我们继续在 下方的 我们继续在 下方的 我们现在继续在 他也在point 123 to the sphere 这个球面 x平方加上v平方加上z平方等于14 当然这边等于0和等于14关系不大 你把十字挪过去也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的解法 我们先看fx是等于2x fy是等于2y fz是等于2z 然后 其实这里可以写更简单一点 其实这个可以写的更简单一点 在这 这个可以写成gradient f 当然这已经不影响了 我们知道怎么做就是了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结果了 所以我们gradient f 在 123处的值 fx是2x 所以是2 fy是2y 所以是4 fz是2z 所以这是6 所以这个tangent plan 所以是2倍的x-1加上4倍的y-2加上6倍的z-3 这个等于0 我们可以简化一下 都有2嘛 都有个因子2 所以是x-1加上2倍的y-2加上3倍的z-3等于0 其实我们可以再写一下x加上2y写成一般是方程 加上3z -1-4和-9等于14 好 Longerland 就是x-1除以2等于y-2除以4等于z-3除以6 那我们也可以简化一下x-1除以1等于y-2除以2等于z-3除以3 其实还可以简化一下 因为这个可以写成是x除以1减1等于y除以2减1 z-3除以1减去1 这两边都加1就是x除以1等于y除以2等于z除以3 其实就是球星 从 我们也看到点是000 我们也可以看点是000 而方向是123 正好就是我们的半径 从球星指向123这个点123正好在球面上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对任何的一个球的它的发现向量就是它的半径 从球星指向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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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球星指向这个点 那我们看一个显减数 那我们看一个显减数 我们找tendent plan和normal line atp 我们找这个函数 在这一点处的tend plan和normal line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 这是z等于fxva的情况 是直接给出来的 我们知道 那我们只需要把fx算出来 fva算出来 然后z那边就等于-1就行了 fx在2 1处的值是等于4 fva是在2 1处的值是等于2 那我们知道 tendent plan tendent plan 就是fx乘上x-x0 加上fva-v0 再减去z-z0等于0 我们把值带进去 fx等于4 这就是4倍的x-2 加上2倍的y-1 再减去z-4等于0 我们可以写成4x加上2 y-z-8-2 那么再加4 就是10-10 伏10加4 就等于-6 以到右边就等于6 好 normal line normal line 就是x-2 除以4等于y-1 除以2 等于z-4 除以-1 这就是我们的切皮密法线 它的求法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把它的梯度求出来了 那么剩下的方程都是比较简单了